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营收也创下112亿大幅度成长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股价那一天快要涨停就跑去追 追到94块之后呢 结果现在一个月过去了 指数在这里创新高拉回 股价都动不动 现在还有点小套牢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先叮咛大家 那GIS夜城大家都很熟悉 最主要它也算是这个 苹果的iPhone概念股 那iPhone的一个这个供应链 记得它在产业的席心上面 每次新产品大概都在10月份 11月份来做推出之后 业绩就会见到高峰 所以我们看到GIS 10月份营收虽然达到112亿 但是进入到11月之后 你们发现掉到剩下多少 88亿 那在这个地方来看 比这个11月份营收 比上个月已经减少了22% 甚至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6% 都代表它业绩的高峰已经过了 而且整体来看跟去年同期比 都还是大幅度的下滑 业绩还是呈现衰退的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进入到年底 以及上半年 通常都是它产业的一个淡季 业绩都会有这个继续 往下大幅度滑落的可能性 这是苹果供应链的一个特性 这一点要去提醒大家 所以虽然看起来第三季财报不错 10月份营收很亮眼 但是最好的时光已经过了 接下来业绩又要开始下滑 那再来看到技术面的部分 要去注意的是 从这个地方 11月下旬融资大增上来之后 接下来指数虽然继续过高 但是在这里 这根上影线 11月28号出现这个 长长的上影线臭 接下来就形成短线的压力 指数的部分虽然继续过高 融资也持续增加 但是股价都未能再创新高 因此从这里来看的话 整个GIS夜城 似乎也已经开始有 这个转弱的一个迹象 就是提醒张先生 或是手上有GIS夜城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稍微要去小心 整个GIS已经有开始 这个转弱的一个可能性 的一个存在了 建议最好能够去 太弱则强一下 好 回来继续谈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必须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大盘指数的一个部分 从上个礼拜 从高到9430高点 我提醒过大家 那在这里指数创新高筹 短线会先拉回整理 上个礼拜五 在我Facebook分享的一个 台股周报里头 也跟大家提到 短线将会先拉回 回测月线跟纪线 9210跟9250的可能性 那指数的部分 这两天回来 就是回到9200点附近 今天早盘指数最低 来到9219下跌22点 对不对 最新位置在9234小跌8点 目前大盘按照规划 拉回来回测季线了 那下一步这会怎么走 如果大家关心指数 我都欢迎大家 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赞加入我们粉丝团之后 每天收完盘 都会有一篇最新的盘后报告 针对大盘最新的状况 这个价量的结构 筹码的一个流向 跟大家做一个盘后的一个报告 如果大家关心的话 欢迎到我的Facebook 按赞加入追踪 但是我在盘中 都会特别叮咛大家 记得其实看股票 你在看盘的时候 不要太在意指数 因为太在意指数 你会发现 你很容易被指数的给影响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好指数前置阵子跌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哇股市狂跌个两三天 你会觉得说 那一些空头老师讲的对 你会觉得行情 好像就像他们讲的 哇要崩盘了 所以呢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在9000点以下 在8800多点把股票砍光了 甚至听了那些空头老师的话 跑去放空 结果现在一波涨上来 被嘎到了 被嘎到 等到指数创下新高 涨到943年高点的时候 你才来后悔 哎呀 原来这行情是一个多头 你才把空单给它曝光光 你才开始翻多才买股票 那现在一买 可能不小心买错了 又套牢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不要太在意指数 因为太在意指数 你很容易在这里面 追高杀低 反而在赔钱 那真正做股票 要重点在哪里 要去做好 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什么叫掌握结构 什么叫结构 我们就仔细来看 看到大盘指数的部分 你会发现到这一波 创下今年新高 来到9430高点之后 压回来 回测我们所说的月线 9200点附近的位置 那12月份的低点 在这地方目前都还没有跌破 可是你仔细看 就会发现 有很多 之前我提醒大家 已经在转弱的股票 现在一个一个都在跌下来了 举个例子 这是11月24号 有位李小姐 来电咨询 问到面板股里头的彩晶 那时候还在10块钱左右 对不对 提醒大家 融资暴增上来 爆出了22万张巨量之后 K线形成乌云罩顶 已经有转弱的危机了 要小心居高思维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彩晶 这阵子以来 指数从8879涨上去 拉回12月份低点 在月初见到9138 之后再创新高 创下9430的新高 现在涨多拉回 回测季线而已 但是整个彩晶的股价 从这个地方 我提醒大家 已经在做转弱的讯号之后 指数再涨 跟它没有关系了 一样跌跌跌下来 现在不但已经跌破了 9138的低点 跌破了季线 甚至你看到8879的时候 它股价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它最低跌到7块9 这已经都跌破了 8879的低点 已经跌了两成左右的幅度了 而这个部分 我们之前 上个月就已经提醒大家 要小心 它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现 现在股价跌破 8879低点 那再来看到 不止这个彩晶 包括了 更不用讲说 这里面 升级股的中玉 浩鼎 以及包括了智琴 一档一档的都怎样 都跌到了 今年股价的一个新低 就是说 今年指数 涨了1000多点 如果你买错 你买到升级股 买浩鼎 买这个 中玉 买智琴 现在全部都是套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你就会明白 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必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因为当你买错弱势股 爆错弱势股的时候 指数涨上去 你一样会赔钱 那如果你不懂得 尽早太弱则强 你很有可能 就像中玉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今年指数一路的涨 就像浩鼎 这样的状况 结果你抱着弱势股 舍不得换 舍不得出 就是越套越深 就是越赔越多 那可是反过来 那这波 如果说 你买错了弱势股 你懂得太弱则强 你懂得换到 我所说的 上柜电子股 中小型电子股 已经领先大盘 开始转强走势出现了 那你会发现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当指数现在涨多拉回的时候 这波中小型电子股 是怎么样 一档一档的涨上来的 我们来看一看 包括举个例子 汽车零组件的部分 11月9号 我在Facebook粉丝专页里头 提示大家 注意1592 做汽车水箱的英锐 技术面那天写了八个字 低位破低 逆势收红 那天大盘重挫274点 我有没有跟大家提醒 英锐的股价 已经出现转强的走势了 那天的股价在哪里 在39块左右 结果呢 好我们来看到 这波 现在英锐呢 今天指数 目前还在平盘一下 小跌4点 回测季线 对不对 可英锐的股价 再度大涨2块7 那你说没有涨停板 不像其他投股老师 每天都在表演涨停 可是你回头一看 居然股价现在已经从 那时候39块 跟大家讲 低位破低 开始逆势收红 叫做39块的价位 对不对 涨到现在已经涨到多少 涨到最高今天55块2 大盘指数再拉回整理 它反而又创下波段新高 那这个部分证明说 强势股真的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会涨 而且强势股 我不是现在跟你讲英锐啊 对不对 11月9号大盘重挫274点那天 其实如果你懂我的超盘技术分析 那一天你就会知道 原来它已经开始转强了 在大盘重挫那一天 就能够去掌握到它了 对不对 好那不止英锐股价现在上来 包括上个月 我们也继续推荐会员朋友 在这里新黑马留意云端物联网 收回指标股的升准 对不对 那这一波的升准 也看到当大盘指数 在这里涨多又再拉回的时候 它股价已经从那时候150块左右 大涨到165块上来 再来看到这个月推荐大家 6274大数据新黑马当中 台药跟大家谈到 台药它生产的产品 耐高温的高速传输铜波基板 这是物联网 居量资料的伺服器 4G基地台 都必须要有的上游关键零组件 而台药在它的产品的部分 技术是领先同业 所以你会看到 县荣老师挑股票 都会仔细地帮大家找 找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我所说的竞争力 是业绩真的会成长 对不对 前三季赚了2块6 第四季产品公币应求 报价持续看涨 11月营收创下历史新高了 业绩可望更上一层楼了 全年上看3块6以上 就第四季 前三季赚了2块6 对不对 第四季很有机会挑战 1块钱左右的水准 那本利比当时是不到10倍的 但是技术面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这种股票 我们在第一档推荐给大家 对不对 那时候融资大减完 指标开始交叉向上 股价突破下降压力线 发动攻势 现在也涨到多少 涨到37块多了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买错了股票 爆错了弱势股 买到生计股的中雨 耗顶 智勤 跌破今年新低 不舍得换 越套越深的时候 你早一步跟我们来换股操作 是不是早就能够赚钱 赚上来了 好 那不止台药 再来给大家看 这是上个礼拜 我们开始推荐会员朋友的一档 收惠于VR 伺服器跟车用 上游关键零组件 需求都在大幅度成长之下 前三季毛利率营收 都是逐迹走高 第四季营收继续创新高 业绩又更上一层楼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股价在转强的一个新黑码 对不对 那我们发现当指数 你说今天还没有动 量500亿左右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它的股价 也已经开始发动公式上来 盘中目前已经涨了超过 3%的幅度了 好 再来看到包括12月19号 前天的时候 跟大家推荐的新能源车 新黑码这一档 这个生产电动车 电池管理充电窗的 关键零组件 全年可以赚7块钱 本益比只有10倍 营收也在挑战 历史新高的公司 跟大家谈到大户在进货 低档正要转强上来的股票 前两天 压回都还有持续在布局买进 对不对 那今天你说指数没有动 小跌对不对 量缩 可是你们发现股价盘中 已经开始大涨超过4%了 所以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 哎呀原来在这里 真的有许多股票 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了 那一开始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不像其他投股老师 冲短线 每天在那边做涨停板 涨停板 现荣老师的股票 你会发现很少涨停 可是回头一看 一个趋势 被我们掌握到的时候 就可能是一个大波段 不就像我们今年的一个 这个自身科 当时70几块带大家买进 60几块带大家买进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 不会涨停 可是回头一看 已经涨到多少 130几块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强势股 如果你能够在低档 去掌握到它在转强 然后趋势确认 持续大波段操作下来 真正能够帮你赚到钱 就是要找这样的股票 而我们现在 也在帮大家寻找 寻找说 既今年的自身科 大获全胜之后 在未来2017年 又有哪一些股票 能够像自身科这样 从60几块推荐给大家 大波段操作上来 能够去大获全胜的机会 如果说投资朋友想把握的话 都会叮咛大家 在这个关键时刻 最重要的 你要先去检视 你手上的持股 在这里 弱势股的部分 记得舍得要卖 转弱的股票 赶快要跑 如果说你不晓得 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已经有大户出货 已经有转弱 会不会像今年的一个终裕 像今年的号顶这样 股价跌跌不休 那如果说你在这里 对你手上持股 有任何疑问的 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免费咨询 专线 0800-868-365 打电话进来 县荣老师都会提供 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那接下来 我才能够去帮助你 帮助你 其实是帮助 我每一位会员朋友 极品操盘团队的使命跟责任 我们不会在电视上 为了要表演 为了要做生意 每天在那边表演说 我追了什么股票 今天涨停板 我们只会时时刻刻 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去掌握好结构的变化 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 带你去领先市场 找到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让你能够去掌握到 领先在低档布局的机会 当然如果说投资方 想要了解 为什么现荣老师 可以预先看到一档股票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就像彩晶 现在跌到8块钱 我们在10块钱左右 就提醒大家了 对不对 就像智晶 现在跌到174块 持续的破底 我们不是现在来跟大家讲的 这一根黑黑棒出来 爆料 我们就在提醒大家 小心大户趁利多在出货了 终于520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好生计股 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小心大户又在趁利多出货了 对不对 为什么现荣老师 都能够去带会员朋友 领先避开这些大户出货的股票 我只提醒大家 孙子冰法说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带 股市如战场 你要懂得运用好技术分析 了解好大户进出货的手法 你才能够在股市里头 这个稳扎稳打 才能够百战不带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想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在这里 加入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好好地利用我们的线上 教大家的云端技术分析教学 包括技术分析的电子书 超盘及技术分析 西长课的线上课程 还有每个礼拜两次的实战解盘 帮助你成为超盘高手的机会 想把握的记得 现在刚好碰到成通投顾 13周年庆 感谢大家长期的支持 特别给大家这次破盘大感恩 一年一度最好的一个机会 来加入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成通投顾 13周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与爱护 全面破盘价 大回馈 倒数计时 恰心最限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全都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福利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几天大盘成交量缩到500多亿 很多人都很害怕 这个行情量都缩掉了 还有机会吗 其实很多人都想说在这里指数9000多点 量也不见了 要放空的时候 我都叮咛大家永远要记得一句话 量小做空会空遗恨 量大做多会多套牢 这代表什么 量小的时候 如果说你觉得没行情 大部分人都不想玩股票 你才要放空 很容易空到低档 被嘎上去 最后留下悔恨 等到量大的时候 你才想要做多 市场最顶日费的时候 你才去买 你很容易发现 短线最好赚的时刻 波段已经非常危险 你可能已经要买到波段的高点 会套牢在里面了 所以你要避免这种状况 永远要记得反市场操作 你就是要懂得量小的时候 进场买好股票 等到量大 你就可以快乐的数钞票 那这句话 其实我们上一次 跟大家叮咛 已经是在什么时候 半年前520的时候 上一次大盘量缩到500亿左右 什么时候 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吗 来看一下 这是520那一天 对不对 台北股市 那时候回涨到8000点附近 成交量多少 576亿 那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这是5月17号 很多人在担心 美国FED6月要升息了 股市会崩盘 对不对 很多人在担心520的时候 小英会说些什么 触怒到中共 会造成股市开始大跌 然后大家在担心520会有魔咒 520之后股市就要开始大跌了 所以那时候量 520前就已经缩到 五六百亿的窒息量 那我说的是什么 不就是这句话吗 量小做多 记得买好股票 等到量大 就可以快乐数钞票了 结果当时 如果听得下我们的话 懂得跟着极品操盘团队 在量小时进场买股票的 那时候大盘在8000点附近 跟着我们来做布局 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快乐的数钞票 我们还是秉持着同样原则 我不会带大家 为了说要做生意 哇今天看到什么股票快涨停 我就带你去追 然后在电视上表演说 我们的股票 每一支 每天都有涨停板 这样做股票 其实是这个当中 大家都知道 很多 每天在那挂涨停 涨停涨停的 都是可以用骗的 那现龙老师 不会为了做生意 去骗大家 我今天又有什么股票涨停 我只会扎扎实实的 带着我们会员 继续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并且坚持筹码面 有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带着会员朋友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目标就是要大波段操作 目标就是要大波段获利 对不对 就像我们去年的至今 全市场一堆头顾老师 在100多块带着会员朋友 杀进杀出 没有几个能赚钱 山顶上完有谁能赢 是谁能够带你在50几块 就带你低档布局 就是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对不对 就像自身科 是谁能够带着你 在60几块就低档布局 而不是在130几块 160几块 还在拼命的追 拼命的抢 带会员去重压 对不对 我们也就是极品操盘团队 能够在去年60几块 就告诉会员朋友 自身科 他的一个群积防滑系统 关键零组件 国内是唯一供应商 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的关键零组件 需求也都在倍数增加 这些都是领先全市场 就已经帮会员朋友找出来的 而股价在60几块 就发现有大户在进货 低档转强的时候 带着会员朋友来做布局 现在获利已经都超过一倍 对不对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原始资金 全部都收回来 剩下一半的股票 等于零成本都多赚的 就继续让他来长期投资 就不用太在意短线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做股票 长线真的能够去赚到钱的方法 而现在我们也在运用这个方法 继续要锁定2017年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业绩会大幅度成长的好公司 现在要带着会员朋友 低档来做布局 大波段操作 目标又是大波段获利 而现在也有许多股票 都开始加温了 上个月跟大家介绍的省准 已经最高涨到160几块 台药也从31块多 大涨到37块多 创新高上来 对不对 车用电子的新黑码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新推荐大家 一档收回VR伺服器车用的需求 都在大幅度成长 营收毛利率 都是足迹在走高 第四季业绩又更上一层楼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现在也在大盘指数 还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拉高上来 今天已经涨了3%多 不要小看它 趋势的成型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不要等到像自身科 又从60几块标到100多了 你才知道自身科这么好 才去追悲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对不对 当下就要跟整个脚步来做布局 这是我们在前天 都还在持续买进的 新能源车新黑码 今年全年可以赚到7块钱 本益比才10倍 业绩已经开始 在中国电动车订单加持之下 营收在创新高了 指数你说没什么动 好股票 这时候都已经开始发动公式 今天早盘已经大涨 又超过4%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不想要等到股价 又像自身科 从60几块标到100多 你才要去追的话 记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今天跟走完 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又可以像自身科这一样 掌握到大波段获利的果实 想掌握大波段获利机会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好好利用我们成通投股 13周年庆 感谢大家支持 一年一度最好的一个破盘 大感恩的机会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 加入现龙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带大家掌握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